创意比赛近载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萧村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今天是选后的第二天 昨天的盘式是开高走低 那今天的盘呢 我们稍微看一下 今天指数盘中大跌200多点 那今天这一根黑棒跌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到 整个指数在这个地方都是走区间 那结果今天一跌下来 是创这一个月 这一个月以来的低点 那很多东西讲 那怎么办 这盘是走空了吗 那接下来这个盘要怎么去做 好 我们来仔细看 我们在这段期间里面 我们一直针对选举的状况 甚至于到农业过年前的这一段 我们去跟大家分析后面的盘式 当你看到今天这个盘啊 跌了200多点 然后创这一个月以来的低点 我说实话应该也不意外了 为什么 你注意看 选前的时候呢 上个礼拜五就跟他讲 这个盘局是延长 那接下来你反而要小心什么 回马枪 有没有 今天是回马枪出现了 对吧 好 一根黑棒下来 回马枪出现嘛 好 那各位 为什么会出现回马枪 我们再仔细来看 1月9号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地方的区间 还是多方 但是你要预防 他盘盘盘 然后又亮缩盘 结果呢 出现盘头 对不对 1月9号跟大家预测的 好 在1月9号那一天啊 我们也把后面的走势 画图给大家看 你注意看啊 那时候我跟他讲嘛 美股上不去啊 他就走区间啊 那你台北股市 当然这地方也是走区间嘛 但是这个区间呢 都会发生一个状况 什么状况 就是整个月线的成本 上移之后 它会有下压的现象 对吧 好 你注意看嘛 到今天为止啊 这整个月线 已经开始慢慢下压了 因为 现在月线成本在这嘛 未来这一两个礼拜 几乎都是在高档区啊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 站上月线的话 月线就下压 那当月线一下压 你量又出不来 那接下来呢 我又跟他讲啊 如果破这个低点的话 这个短期头部就出现了嘛 对吧 那再加上月线下压呢 接下来 应该就要去回测什么 季线的关卡 是吧 你看哦 今天台北股市一跌下来 前面这个低点 1月21号低点跌破了嘛 那就代表说 这上面已经开始出现 一个月以上的套牢筹码区啊 是吧 所以呢 台北股市接下来呢 他还有回测 借现的压力 我一直跟他讲 很多时候你要看得懂 未来这个盘他怎么去走 不是说股票每天买啊 拉回也是买啊 每天都是要买 我跟他说啊 今天你想要赚钱 你要怎么赚钱 你盘都看不懂啊 到底要买要卖你也搞不清楚啊 是不是 市场上所有的老师每天都跟你讲 每天都是要买 拉回也是要买 拉回就是最好的机会 重点是你手上股票套牢没有了 你现在解套没有 还在等解套啊 那什么会叫做机会 好 那接下来怎么做 我们来仔细看 所以呢 当时已经跟大家预测过 未来这个盘会怎么去走 所以呢 你再回头来看 当初我讲的对不对 元月份啊 2024年的第一天 我就跟他讲 你准备逢高获利调节 1月5号我会跟他讲啊 现在市场多空分歧啊 见好就收 1月11号我会跟他讲 我说扯淫保泰啊 把资金留下来啦 等待下一波的轮动 OK 好 这东西我们都讲得很清楚 当然今天整个指数一跌下来之后 很多人会想 这里是不是要走空了 这里是不是要走空了 接下来这个盘要怎么去做 好 我先给大家答案 我不认为这里就走空了 现在回马墙是出现了 但是呢 他也预告什么 接下来那个区间啊 原本区间只有一点点嘛 接下来那个区间啊 他会开始扩大 那为什么说这里还不是空头 原因在哪里 我们仔细来看 昨天美股修饰了 可是呢 你会发现到啊 到目前为止啊 整个美国股市呢 大致上也是维持在一个区间里面嘛 废报嘛 也是维持在一个区间里面嘛 对不对 那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有跟大家提示过啊 美股要怎么样才能够走空气 它的关键点在哪里 各位 我上礼拜跟大家分析过嘛 很多东西都跟国际金融有关啊 如果你看不懂国际金融就是每天买 掌停都是你的 我说句话 这样的节目你也看了非常非常多年了 结果看那些节目呢 对你没什么帮助 那要怎么样走空气 我跟他讲过啊 十年期公在殖利率啊 如果能够去测前低 或者是去破前低 这一定是攻击盘 对不对 可是呢 最近十年期公在殖利率 就是维持在一个区间啊 那到底他有没有机会破前低 还是说他会上涨 造成股市的压力 好 我们来仔细看 你从上个礼拜四礼拜五 美国所公布的一些通膨数据来看 你看 12月CPI超出预期嘛 通膨还很顽固啊 那削弱连准会近期降息的理由 好 那是礼拜四嘛 礼拜五呢 美国去年12月的CPI 这个地方是超出市场预期 那张没拿到 礼拜五公布的PPI呢 它却是出现降温了 所以你会发现到 CPI是降温 PPI是降温 到底通膨是有降没降 一好一坏 对了 你现在看不出来 到底现在通膨有降没降 那我跟他讲 美股现在也在等待 我想说奇怪怎么搞的 今年一直都在等 没错 去年涨太多了 所以要有一个 比较强有力的经济数据 它才能够造成什么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会不会去破前低嘛 对不对 那你说老师那现在等什么东西 好 各位我跟你讲 你看CPI比预期还来得高 但是你PPI是降啊 是不是 那接下来要等什么 今天期货结算嘛 然后接下来等什么 等26号 为什么等26号 因为26号要公布一个 联准会最重视的通膨数据 叫做个人消费支出 就叫做PCE 因为你前面CPI跟PPI 出来的结果是一好一坏啊 那你现在只能等啊 等什么 等26号PCE公布出来之后 是不是通膨真的有降 如果通膨真的有降的话 那三月份降息的几率就提高嘛 是不是 那你也不用等到三月份一定降息 那个公債殖利率就会先跌啊 可是呢 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啊 因为如果说你等到 1月26号公布PCE之后 我们2月5号就封关啊 那时候我跟他讲啊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1月 1月初的时候我跟他讲啊 选举这一段不太可能有出量嘛 你要攻击很难嘛 对不对 然后呢2月5号封关嘛 这两周也不太可能会出量嘛 对不对 会出量的就是这一周啊 为什么 因为明天期货结算了 是吧 所以能让你看到 怎么搞的期货结算 什么压力那么重 很合理啊 因为当时我们就有跟各位讲过啊 你看哈 在选举之前 外资有2万5千口的空单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还增加空单2万6 然后呢 昨天回补了4千多口 因为要结算啊 可他现在还有2万多口啊 所以那时候我们这边有提醒你过 我说这个礼拜你要小心压低结算 有没有 有没有 是不是压低结算 这一压低破前低啊 这个盘到这个时间点 是不是回马枪 他就出现了 所以呢 是为什么我说这个盘 我们还不能把他看空头 因为你现在CPI跟PPI是一毫一坏 那接下来就等PCE的指数公布出来嘛 那我预计啦 应该照理说啦 还是有机会 看到一些通膨降温的迹象啦 但是呢 因为他在1月26号才公布PCE啊 可是公布完之后呢 就算你盘这地方有机会拉台 可是后面2月5号封关嘛 你接下来剩最后一个礼拜 你能够拉台的空间是有限 所以我今天测标就写啊 你看回马枪已经出现了 那接下来盘这样子 它就是区间开始扩大 好 区间开始扩大 所以呢遇到这种盘的时候 要怎么去做 我上礼拜就有跟大家说 你现在所有的操作 你要考量到 你能不能安心去过个好年 所以为什么1月2号开始 我会跟你讲 你先把股票先获利一趟 你先想看 如果你现在股票是一堆套牢的 你过年会心情会那个七三八下 尤其我在1月4号也提醒各位 我说你现在注意 高低位阶多空分歧非常严重 什么叫高低位阶多空分歧严重 你仔细看 台股现在是可能在这里 可是同志上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波很多股票早就先拉回 拉回之后你那些融资都不减 你现在为什么不减 全部在摊平 是不是 如果说后面美股继续在震荡的话 我跟你说你到最后 就像之前那个7月份 去年7月份我叫你去卖AI 你不卖 你现在就越摊越贫 对吧 所以你看华欣科已经一个大幅度拉回 现在来到半年线 你现在融资创新高 我跟你讲 跌生会稍微反弹 但是你筹码乱的话 它未必坦得起来 你接下来预防说国际股市 会不会还是在跟你走盘整 那到时候呢 再破 继续套 你看 被动员建的大一也是一样 再创波段低点 你看那个全新 一路跌 是不是一路跌 每次涨的时候一堆老师跟你讲 你看我的股票大赚 你去追看看 追到现在为止 都在等解套 甚至于连那个联发科 你注意看 最强的联发科 你看融资创新高 结果今天反而是破季线 你看 上面套牢的筹码又开始增加了 有没有 像这些股票一堆啊 很多股票都已经跌下来了 很多股票都已经开始拉回跌下来了 所以我问你们 当初跟你讲啊 高地位接多空分级严重 你不注意的 人月份开始告诉你 你持股要先卖的 你不卖的 怎么办 朋友们 股票只有买不用卖吗 大家都想低买高卖啊 可是为什么你都不卖 因为所有市场老师里面 没有人叫你卖啊 每天都是买 每天最强的股票都是你的 我就跟他讲嘛 这种操作比发菲特还要来得强 为什么要来当老师 我不知道你要被骗多久了 那当然你会说 老师那现在这种盘现在怎么做 现在怎么做 回马腔出现啊 接下来那个区间震荡会开始加大 而且呢 套牢的那个高位接的股票 套牢筹码越来越多 所以呢 以这种盘式里面来看 你注意看 现在怎么做 上个礼拜我就跟他说啊 考量到选举跟过年的因素 后面没有量啊 所以我说 我把生计股当为资金避风港 有没有 好 各位 我的股票不是一直买 我们前面一些个股 我们都已经卖掉了 你注意看 我们是卖掉之后 才有买 你注意看啊 当初 11月份 低档跟你讲的航运股 那时候你每天在那边追涨停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不玩这招啊 我是真的要让会员赚到钱 所以当你每天在追涨停 我们的会员 低档布局 航运股 有没有 结果呢 航运股一个波段起来超过四成 我们会员大赚 而且当初我也跟他讲嘛 一月 因为前面我们低档买三次嘛 一月五号 我说你先卖三 一月 一月 我看 最先的时间点 是12月22号 高档先卖三分之一 对不对 你看 我又没有卖 这里嘛 一月22号 我先卖三分之一嘛 我低档买 对不对 再来呢 一月四号 我再卖三分之一 你再仔细看 一月四号在这波的最高点 我再卖三分之一 是不是 再来 你看在这里嘛 最高点我卖嘛 这里卖嘛 这里卖嘛 到一月五号 我建议全部获利出金 一月我要在哪里 在这里啊 我们就全部卖掉啊 老实说 我低档这边买 我高档分三次把它卖掉 我觉得我操作应该还OK 应该算蛮漂亮 不要说我们买最低卖最高 可是我们真的秉持了什么 有买有卖 而且低买高卖 对不对 你再仔细看啊 当初这些航运股 低档买完拉高也卖 如果你拉高不卖 拉高才去追的 到现在为止全部等解套 对不对 四洋 当初低档周线的时候 25号 12月25号 还没有动啊 我跟你讲 下一档又涨这个啊 光学镜头加生计概念股啊 结果一个标上来 大涨45% 我有没有卖 有啦 是不是有低档买高涨卖 对不对 啊如果我们今天跟着这样子做 你有什么好烦恼的 如果要今天盘底下来创一个月低点 你要烦恼什么 你全部都已经把资金线抽回来了 甚至于当初的AI也是一样嘛 95块跟你讲见准啊 见准涨停创新高之后 我们就开始获利调节啊 有没有 大仗在111附近 你现在回头来看嘛 你高档才去追的 现在等几套啊 我全部低买高卖啊 对不对 到现在为止 你有什么好烦恼 不卖才烦恼 股票两环套 去年一整年是大多头 结果股票还套一堆 大多头你都赚不到 我问你你后面要怎么赚 所以我还是建议各位啊 找一个老师看得懂 而且有买有卖 真的是低买高卖的老师带你住 这样对你而言 才是真正赚钱的保障啊 那这些股票卖掉之后呢 好我们直接来看 我就跟你说啊 生计股为资金避风港 对不对 好我们来仔细看 我上个礼拜我有先公布一档 1月5号的时候我就有介绍 资金避风港 我公开嘛叫中域 你看 在我们LINE X里面 1月3号 我那时候我就说了 1月份我们以逢高获利为主 那接下来呢 留意低档的生计股 有没有 好你仔细看 还没有动的时候 我会跟你讲资金避风港 还没有动的时候 我跟你讲资金避风港 结果中域有没有突破警线 放大一点给你看 有没有上来 有没有上来 你这样仔细看哦 老师啊 今天那个 中域啊 今天拉回 我跟你讲啊 我把成本压低啊 你不用担心 你今天亮说啊 亮说只不过是在那边做洗盘一下 当你把成本压低 你没有什么好担心啊 你去试想嘛 我今天所有的操作 哪一档叫你追过 当初的航运股 低档买 11月份开始低档买 拉高我叫你卖 那你这两天再去追的 我说你再去追吧 你也赚不到钱啊 对不对 同样的 到目前为止 生计股的做法也是一样 低档的时候叫你买 现在一开始冲高嘛 今天拉回 没有关系给他洗个盘啊 那我要跟各位讲 接下来如果终于再创新高的话 接下来的生计股 整个轮动全部都出来了 为什么 你现在回头来看 美股现在最强的是NBI生计指数 有没有 然后到现在为止啊 整个台北股市呢 你从最近的走势 你就可以发现到嘛 选完啊 选完之后的盘呢 有什么庆祝大涨吗 没有啊 他反而开始出现挥马枪啊 对不对 当你出现挥马枪 也代表说 有些那种高档的股票 你去最高的到现在为止 还会再创低一点 为什么 因为你融资还在一直增加 所以你从马越乱的情况之下 他怎么上得去 然后呢 在接下来呢 未来过年之前 都是那样说啊 对不对 这很合理嘛 那你那样说 你说那些什么电子类股的 什么全职啊 或者是什么 比较需要量的股票 我问你 他怎么上得去 所以那样说的时候呢 跟指数没有关系 然后呢 又容易拉抬的股票 就只有生计啊 所以呢 我们前面把股票都卖掉了 然后卖掉之后呢 我慢慢去布局生计股 到今天为止啊 第一档买的生计股 也都上来了啊 是不是 啊终于在这地方 稍微震荡一下嘛 我刚才有说啊 你等他再突破一次前高的话 我跟你讲 所有的生计股 那个轮动会开始出来 而且你难道最近没有发现吗 好像那个最近 那个确诊的人数 又开始慢慢增加 是不是 所以呢 有些个股 现在跟盘是没有关系 现在那个盘还算多头 但是未来那个震荡格局加剧嘛 那你那个上面掏牢 而且融资一路大增的股票 我跟你讲 那个还要整理很久 你看AI就知道啦 不是整理很久 是不是 所以有些个股 你去追高的 我可以跟你讲 你不要搞到最后 今年一整年 你全部都在等解套 所以怎么做 怎么样去把资金有效的运用 怎么样去抓这个市场上面的轮动 而且稳稳荡荡的确实有买有卖 而且是低买高卖 我就是这样子做 所以我说 你可以把我的做法 跟上老师做比较 哪一个老师能够 真的让你赚得到钱 你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好不好 那接下来 升级股中欲我们先买低点 那接下来下一档在哪里 各位我接你 同样下一档中欲 它也是还没有过紧线 还没有过紧线 但是目前整个筹码面非常稳定 那融资都没有增加 那等中欲再创一次新高的话 这类型的个股 它就准备突破紧线 然后呢 它开始要去走波段 所以很多好的股票 接下来轮动型的个股 我们都在帮你准备当中 但是你每天都是看到一堆老师拿那个今天最强的股票 或什么今天涨停的股票 我结果你都没有 现在拿出来的几乎都是什么 什么清代 要不然就是什么尊荣总统等级 我说那对你没什么帮助 我讲那根本没人 你去参加那些会员 什么普通一般的什么特别会员 你都赚不到钱 你今天跟着我做 我们一般的会员 照赚 有没有 我们一般的会员就能够让你赚到四成以上 是不是 所以我就跟他说 值不值得吗 你想想看什么叫值不值得 我们现在的年度会员一年一度最大优惠 未来这一周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快结束了 那我就跟他讲 换算过来换算下来 你一个月只有几千块的资讯费 那你去试想 那你今天跟着我们操作 我们不用说什么一定要参加什么高等级的会员 不需要 就让你资金小微要让你赚 那你一个月只是几千块的资讯费 你却能够有四成以上获利 你会有这种四成以上获利的股票 值不值得吗 你想一下 那我再说一遍 年度会员一年一度最大优惠 一年就只有这一档 我刚刚说 大概在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我们就快结束了 这是最后倒数 所以你好好把握一年一度最优惠的时刻 一个月换算下来只有几千块资讯费 但是我却能够给你 高达四成上面的获利 值不值得 你稍微思考一下 好不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湿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运达头部肖老师 年度会员 一年一度最大优惠 比照救会员续约 勿超所值 专人服务 依你的资金量身定做 掌握多空转折 有效运用你的资金累积财富 一年仅此一档 请把握最优惠的时刻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运达头部肖老师 年度会员 一年一度最大优惠 比照救会员续约 勿超所值 专人服务 依你的资金量身定做 掌握多空转折 有效运用你的资金累积财富 一年仅此一档 请把握最优惠的时刻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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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头部真心照顾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詹雅雯 很多人有照顾别人的经验 照顾一天不困难 但是照顾十年真真辛苦 年到要到了 邀请大家做会记起 创世基金会 韩式吃饱三十 送礼多重 送一份 每一个礼跟红包 不可以过一个温暖的日子 第三十字节 韩式吃饱三十 送你到家 需要您一起帮助 欢迎到现场 台北股市今天创这一个月以来的新低 那我们在选前已经提示各位了 要小心回马腔 要小心回马腔 如果你看得懂这个牌 那我问你 1月2号我告诉你 你要逢高获利调节是对还是不对 好 你去思考了 因为很多个股 我们都已经获利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资金都放在口袋里面 那我们最近是把生计股 当资金避风港 那接下来生计股要攻击的股票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股票我都帮你选好了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掌握这个轮动的脉动 或许老师每天买 然后都不卖的 然后每天都在追高的 我建议你跟着一起来 年度会员一年一度最大的优惠 一年就只有这一档 我们在近期就要结束了 好不好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国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来喔…跟着旗帜走 这间差不多了喔 准备上餐 到哪里啦 回到台北啦 我们要去高雄耶 我们从高雄出发的 我们是从台北出发的啦 你是谁 他开座车了 你累了吗 保力达满牛 精力通费 保力达满牛 运达头部肖老师 年度会员 一年一度最大优惠 比照旧会员续约 物超所值 专人服务 依你的资金量身定做 掌握多空转折 有效运用你的资金累积财富 一年仅此一档 请把握最优惠的时刻 入会专线02-2781-0909 运达头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头顾公司之一 头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头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 想了解